这是我见过日本最恐怖的火山爆发 它在当地引发了8.6级的大地震 甚至连续喷发了16天 而且火山灰高达23000米左右 周围数千平方公里内被火山灰完全覆盖 整个日本几乎不见天日 到处弥漫着硫磺以及火烤的味道 这就是著名的保永大喷发 但这并不是结束 再不久的将来富士山即将发生一次更大的爆发 届时整个日本都将不复存在 现在长按点赞3秒 让我们走进本期视频 就在今年的年初 当地的地质学家在富士山通过检测发现 富士山以及周边的地壳活动正在悄然地增加 并且在今年的3月26号 当地的防灾对策委员会 更新了最新的富士山喷发风险区域图 距离上次更新是17年前 该地图显示 如果富士山再次爆发 火山灰和岩浆能达到的区域 会比之前测算的区域扩大好几倍 岩浆涌流的时间也将提前 而且就在2021年9月2日 当地就制定了新的避难计划 去过富士山的小伙伴 可以明显看到山顶的积雪 已经在慢慢消失 甚至你会感到温度的上升 因为山底的岩浆正在大量的聚集 假如这次爆发 将会比300年前的保永大喷发更加恐怖 因为它的威力比之前测算的多了6倍之多 甚至喷发后的火山灰高达1000万立方米 届时整个东京附近的火山口 将会多达250个 这250个将会受到富士山的影响 一起共同爆发 并且通过之前的经验 每次的爆发都会引起特大地震 比如之前的保永大喷发 就曾引起过8.6级的大地震 如果这次爆发 那么地震的威力同样不可小觑 到时候整个日本都将被黑暗笼罩 同时被2至10厘米的火山灰覆盖 而岩浆则会遍布27个市集行政区 这一次真的不是闹着玩的 因为下一次的爆发 富士山将展示出它真正的威力 届时日本将会迎来史上最大的灾难 那么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